对于很多精明主妇牌来说 奥特莱斯又是一个不错的省钱公园 这家奥特莱斯就是集中很多大牌 有好多品牌不是像想象两三年的过季 可能半年八个月就进入奥特莱斯这种液态 这里的衣服折扣率一般按照衣服的出厂日期打折 标牌的最后两个字母就是出厂年份 很多名牌并不打出折扣标示 大多数品牌都是四到五折销售 一个是那个断板断号 然后那个号不全了 然后打四折比较多 然后那个号稍微相对遮下全一点的 然后打五折 而在奥特莱斯的中心区域 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同品牌的名牌打折 在这个区域 好好的诀窍 就是越不是干脆的衣服 打折力度就越大 这件油服 人家是6800块钱 现在只有1880块钱 比如说打了两折 这里的适合人群是金银主护盘 推荐指数五个星 这个确实看着挺动心的 五块钱一条裤子 您想买回五条裤子 您就是不穿给它撕成布条 您绑尊富 那么还都值了 完全是五块钱的牛仔裤 不行没你这号的 我等我老婆我们这个分钟很明确 我老婆说这是便宜 这个东西要买 我一定要扮演一个非常理性的局势 虽然说五块钱 有钱不买半年鞋 你知道吧 不能买 买了穿不穿 有没有用 如果只穿一次 五穿也不太值 那就这样的 你和你媳妇买东西的话 你那么精打细酸 你去哪买 我们都去违货 就像这种什么奥特莱斯 虽然说打折什么 我们也逛着 但是发现真正的实惠 老百姓要买东西的实惠 就是在违货里头逃 以前商场里面曾经出现过 抬高价格然后打折的情况 不过这两年 销鞋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 好多商场也是本着诚信 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说是越来越不敢干这样的事了 但是作为咱们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咱们在购物的时候 咱们还是要稍加注意一些 你是不能去相信一个价钱的 你要相信的 只能说是自己对这个衣服 或者说这个物品的价值的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现在一般的家庭里面 不是说就缺了个什么 说我今天冬天要不买衣服 我今天就没有衣服穿了 对不对 那所以不是没衣服穿的状态下 你要等待 等待到有合适的 这个机会不错 这个东西确实物超所持 低于了我的心理价位很多 那这时候就是出手的时候 我怀疑您今儿的夏天 整个夏天就没看到一件 低于您心理价位的衣服 所以说您录我们节目 这么长时间 这一件衣服穿了都这一件衣服 不是这件就是今天下车的衣服 同一款式的人 你买了六件 就是因为当时感觉太超值了 不是无换衣服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 不过要说你诚信 咱们过去老北京人做生意 是特讲诚信的对吧 对过去老北京就讲究童所无欺嘛 过去在老北京 比如说这个胡同里 要是开个什么杂货店什么的 街坊到那去买东西 都不是当时给钱的 都是三结才给结账 这就体现一个什么 就是老板绝对是相信到他这来买东西的人 不会不给钱 那么到他这来买东西的人 也绝对相信老板不会乱积账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 他的这种经营方式 虽然说是传统的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